今天來分享一下關於抓馬的 抓馬有時候你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你跑到這裡然後你找不到馬 那其實你可以換分流 這個遊戲的分流在這裡 那你要換分流要怎麼換呢你怎麼點都點不起來 那你這時候呢你到好友這裡 你就入一個人的家園好了 入進去 然後再出來 那這時候你的分流就換了 那你就看一下馬又出現了 那我們就可以再抓一次 我們剛剛同樣的地方再抓一次馬 他這個還是會有失敗率而且還蠻高的齁 就算你按到綠色成功你還是有可能會失敗 哇這個難按了 這超靠北 欸過了欸 欸過了欸 好那我們再來齁 這個馬不見了嘛 那我們 再來 喔回到自己家裡齁 1709 你看一下你回到家裡再出來會不會在一樣的地方 看一下是不是還在1709 你如果回到自己家裡的話他一樣在1709 然後馬一樣找不到 所以 你在跑到好友這裡 再找一個齁 隨便再找一個咖進來 你就可以換分流 你就可以換分流 剛剛在1709嘛 然後我們再出去 1704齁 看一下這裡的馬 欸馬又出現了你看 所以這真的是 這減少我們在那邊一直跑來跑去的那種 時間 真的可以升很多齁 這是我今天突然想到 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人說五代碼很重要齁 那我就 先相信他 因為 他說的可能是真的 目前是不知道五代碼重要在哪裡 如果知道的人再跟我分享一下 啊靠失敗了 好那沒關係齁 失敗了就再換再換 看看 剛剛在1704嘛 換個分流 反正有五十個好友齁 隨時可以換來換去 五十個分流可以隨機跳來跳去 沒有啦應該沒有五十個分流 現在到1706看一下 這裡有馬嗎 這裡沒有欸 剛被抓走了 這個布朗尼很排行滿前面的 超厲害啊 戰力很高 PK也打得很認真 欸怎麼還在1706啊 再換一下 看有沒有幾個比較 可以帶我到別的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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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換這裡好 因為這裡還有一隻齁 看能不能 這裡有沒有 欸這裡有欸 再來抓 好啊 他們說抓馬丟繩子的時候要有一定的距離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 注意 然後餵黑糖的話 人家是說不用餵了 都一樣 是說不划算 這個超難按的這裡 你看 成功了他還是跑了 那再回頭再來看這一隻在不在 這隻還沒重生欸 再換一個分流 1705啊 這裡有馬嗎 這裡也沒有欸 現在是1707啊 再來換 啊這裡剛好有人在抓 他抓失敗了 馬跑掉了 所以1701可能 馬也被抓走了 他這只要剛好有人在抓 就有可能會 被人家 就會看不到齁 那我剛好來了又有了 所以換分流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可以讓你省去在那邊一直跑圖的 時間 再來抓看這隻能不能成功 這個 這個影片先差不多拍到這裡 這隻抓完我也要去掛了 真的是 又失敗了 好先拍到這裡了